去使用 所以保麗龍的台語才叫做撤 是這樣來的 大概這個清 保麗龍是職業分 一般台灣人在講都是叫做撤 撤就是 那你沒有老夫妻那也叫做撤 那你那邊擦風 那你那邊做那個撤嗎 那他的國語要叫潮海 那後來保麗龍 他也是軟軟的 他也是軟軟的 他也是軟軟的